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意味着参议院随之开始弹劾聆讯 现已卸任的川普将面临第二次弹劾指控 众议员在13日基本按照党派路线进行投票 以232票对197票通过弹劾议案 致前总统川普煽动支持者1月6日袭击国会大厦 犯有严重罪行与不检行为 川普成为有史以来唯一一位被众议院提案弹劾两次的总统 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2019年第一次通过的弹劾川普条款 是指控他向乌克兰总统施压 要求调查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犯下严重罪行与不检行为 第一次弹劾案被民主党搁置四周送交参议院 第二次弹劾案在不到两周时间内就送交参议院 这段时间还发生了拜登的总统宣誓就职 以及参议院听证拜登的数位内阁提名人 参议院民主党人扎克·舒默在本月 民主党赢得乔治亚州的参议员决选席位后 取代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他于22日在参议院会议上驳回麦康奈尔稍早提出的 将弹劾审讯延后至2月的建议 舒默同时也强调参议院需要迅速采取行动 确认总统拜登的内阁和其他关键政府官员 随后 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发出一份声明 确认了在25日及下周一提交弹劾 但他没有公布弹劾细节 22日稍早 麦康奈尔要求众议院将弹劾指控 推迟到28日以后 并呼吁舒默将审理推迟到2月中旬 以使川普有更多时间准备辩护 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已经表示 对已经离职的总统进行弹劾审讯违审 认为参议院缺乏审判前总统的管辖权 因为他已经是一名普通公民 华盛顿邮报记者乔西·道西 22日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川普正与顾问讨论弹劾案审讯 尤其是如何围绕弹劾案展开公关活动 预计川普会在审讯期间留在佛州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1月20日宣誓就职 在任职的头几个小时就立即签署了17项行政措施 其中一项重要决定包括暂停川普批准开工的美加输油管道 加拿大方面对此很不满 想要提出司法诉讼 但也感到很为难 美国新总统拜登上任后签署的总统令之一是 叫停其前任川普同意建造的美加输油管道 Keystone XL 这条纵管美加输油管总长1947公里 项目此前已经动工 计划从加拿大西部的阿尔伯塔省 经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到美国的德克萨斯州 按照原计划2023年建成 预计每天可将最多83万桶原油运到美国德州 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11月迫于环保压力否决该项目 但川普在2017年初将其重启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0日晚发表声明说 加方欢迎拜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 但对其撤销Keystone XL项目感到失望 他强调 加拿大是美国最大能源供应国 为美国的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做出了贡献 特鲁多透露 自己在圣诞节前就曾与拜登谈及此项目 据法广22日的报道 负责美加Keystone XL输油管道工程项目的公司已经宣布 可能因此会在近期裁员近千人 在拜登宣布暂停这一项目之后 管道和泵站的建设就已停工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长有意针对拜登的决定走司法程序 加拿大和美国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贸易协议 存在解决此类争端的机制 但加拿大联邦政府似乎不太可能同意这种方式 加拿大80%的出口市场是在美国 与其大客户发生争执于事无补 美加关系在川普任内趋于紧张 川普不但对加拿大的软木 钢铝产品等加征关税 更曾公开点名批评特鲁多不诚实和软弱 引发家方反弹 加国舆论普遍认为 拜登执政后两国关系会修复 但贸易纠纷并未完全解决 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博士1月21日表示 拜登政府新冠疫苗发放计划并非从零开始 这一说法反驳了CNN当天一篇相关报道 该报道称 川普政府官员未向他们继任者提供相关计划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21日对CNN几个小时前发表的一篇报道加以反驳 该报道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官员的话称 关于疫苗发放计划 我们没有什么可重做的 我们只能从零着手建立一切 据报道CNN白宫记者MJ Lee援引未居民消显示的话 报道称 拜登政府将不得不从头开始推广新冠疫苗 希拉里克林顿在推特上回应了该报道中的说法 称其所言令人震惊 但不奇怪 不过当福奇在白宫简报室露面时被记者问及此事 他回答说 我们当然不是从头开始 因为疫苗发放工作正在进行 他表示 拜登政府官员的相关工作将继续基于川普政府留下的蓝图 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福奇说 我们是带着新的想法来的 但也有一些来自上届政府的想法 你不能说他完全绝对不能用 CNN记者MJ Lee在推特上为他的报道辩护 称福奇是川普政府留守人员 此外 福奇称赞拜登总统关于药房买进疫苗 建疫苗中心以及有针对性的利用国防生产法案制造疫苗 测试和个人防护设备的计划 前总统川普去年已经通过该法案 呼吁企业生产呼吸机和其他相关物品 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表示 有报道称拜登政府在新冠疫苗发放问题上从头开始 这是一个谎言 格雷厄姆在推特上写道 媒体不应该对拜登政府的虚假陈述买账 说什么他们的疫苗发放从零开始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月22日表示欢迎美国的回归 美国总统拜登在20日签署行政命令 对美国退出世卫喊停 推出世卫是前总统川普去年做出的决定 原因是该机构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处理的很糟糕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22日在日内瓦总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是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成立时的第一个创始成员国 在全球卫生事业中长期以来发挥关键的作用 谭德塞说他欢迎拜登承诺 不关是继续留在世卫组织内 还会与世卫组织及其成员国和多边系统开展建设性的合作 终止新冠病毒大流行病 应对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许多卫生挑战 谭德塞并说 美国致力于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疫苗获取机制 国际疫苗合作计划 该计划已经与辉瑞和德国生物技术医药公司签约 购买他们联合生产的4000万只疫苗 拜登重新加入世卫的决定 在国会引发了不同的反应 美国联邦众议员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人劳伦伯特 提出了一项新法案 旨在防止美国纳税人的钱流向世卫 该法案被称为世界卫生组织责任法 将禁止把美国联邦资金拨给或提供给世卫组织 或其他任何活动 直到美国国务卿和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 共同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 根据该法案 这份报告将描述中共和世卫组织是怎样在去年3月11日以前 导致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出现 多年来 美国一直是世卫组织的最大捐助者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 2019年美国捐款超过4亿美元 而中国仅提供了4400万美元 伯伯特在一份声明中说 世卫组织以中共为中心处处取悦于北京 美国纳税人没有理由每年捐款超过4亿美元 给一个替中共掩盖未能遏制新冠大流行蔓延的组织 英国政府1月22日表示 部分初步证据显示 英国变种病毒不仅传播力比旧病毒更高 致死率也更高 但所信的是 目前并未有证据显示 变种病毒会让疫苗失效 英国首相约翰逊22日傍晚召开记者会表示 部分初步证据显示 除了传播更快之外 在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发现的变种病毒 或许有更高的致死率 这项结果是英国政府 新型与新兴呼吸道病毒威胁顾问小组研究发现 但所有证据仍在早期阶段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英国目前有三种变种病毒令人关切 第一种是去年9月在肯特郡发现的变种病毒 也是在英格兰与北爱尔兰地区 传播最多的变种病毒 且已在超过50个国家发现 第二种是南非变种病毒 第三种则是巴西变种病毒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瓦朗斯表示 目前已知肯特郡变种病毒 比旧病毒传播更快 且不分族群 所有年龄层的人都会感染 先前研究显示 英国变种病毒的传播率 比旧病毒高出30%至70% 瓦朗斯表示 至于致死率初步证据显示 假设1000名60岁民众感染旧病毒 死亡率为1000人中10人 英国变种病毒则为1000人中13 14人死亡 他表示 这些证据虽然令人关切 但还不够有利 我必须强调 这些数字还有许多不确定性 我们必须进行更多的研究 不过致死率和传染率的提高 显然都值得关注 瓦朗斯也表示 临床证据显示 疫苗对旧病毒和英国变种病毒都有效力 这是好消息 不过他也说 南非和巴西变种病毒对疫苗的反应 仍令人关切 约翰逊表示 英格兰目前有38000名确诊病患住院 比第一波疫情高峰期高出78% 国民保健署承担沉重压力 呼吁大众遵守禁令 1月21日两名流亡哈萨克斯坦的新疆哈萨克族人 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暴力袭击 有知情者怀疑 两次袭击事件可能有中方背景 当地时间21日晚上10点左右 两位遇袭者分别是居住在该国首都 努尔苏丹的穆拉格尔阿里木 和居住在阿拉木图的喀伊夏阿韩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城市 但他们却几乎同时遭到袭击 根据哈萨克语媒体 自由电台在1月22日报道 事发当时 穆拉格尔正在街上行走 被两名陌生人袭击 伸中两刀 腰部受伤 喀伊夏则是在商店购物时 被人用硬物击打 头部伤势严重 哈萨克斯坦人权组织 阿塔诸尔特成员 鼓励将于同一天表示 两人已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接受治疗 穆拉格尔现年28岁 是新疆伊犁俄敏县人 喀伊夏现年45岁 是新疆伊犁汶流线人 两人都是为了避免被送入再教育营 于2018年从新疆逃亡 至哈萨克斯坦的流亡者 在2019年和2020年 两人分别获得 哈萨克斯坦移民局颁发的难民证 此前两人都曾接受过外媒记者采访 讲述过新疆在教育营中 存在的种种暴行 其中 穆拉格尔在采访中披露了 俄敏县在教育营的数量 卡伊夏则讲述了 新疆在教育营中的性暴力问题 此次事件并非新疆流亡者 首次在海外遭遇暴力袭击 去年11月2日 旅居土耳其的维吾尔人 尤肃福安阿梅特 在该国首都伊斯坦布尔遭遇枪击受伤 此前他曾受到中共国安的威胁 目前警方针对穆拉格尔和 卡伊夏施习者的身份尚未确定 鼓励将推测 此次穆拉格尔和卡伊夏 在不同地点同时遇袭 因不仅仅是巧合 可能是中共的任务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